哈喽大家好 欢迎回到黄金粉丝的局长 我是罗拿的 就是骁龙8家首款量产机型小米12S Pro 相比高通的工程机 再次拿到骁龙首发的小米调教如何 拥有了莱卡加持的小米拍照又够不够独暖 大家可以先弹幕忙猜一波 接下来我们一探究竟 既然是首款骁龙8家量产机 性能肯定是大家最先关注的 既然雷总都说了这是高通三年来最好的芯片 我也拉来了高通的骁龙8家工程机 小米12 Pro以及小米11 Pro来给大家比一比 在Geekbench的测试中 小米12s Pro单核成绩1323分 多核成绩4171分 与工程机的表现相当 小米12 Pro分别提升了12%跟15% 相比小米11 Pro所有17%和23%的提升 在OpenCL测试中 小米12s Pro的表现 介于工程机与小米12 Pro之间 换到Spec的整数颜色中 小米12s Pro49.39分的平均得分 在4款中最高 结合能效表现能看出 跟前两年只能性能能效二选一有所不同 小米12s Pro在保持高性能输出的前提下 能效表现相比12 Pro提高了约21% 这也跟我在工程机评测中的结论保持了一致 接着是考验GPU能力的GFX奔驰 思想零听证证证下来 小米12s Pro的整体表现 依旧跟工程机处于同意水平 比小米12 Pro有小幅提升 相比小米11 Pro所有最高约78%的提升 这样的结果跟你的预期一样吗 一样的可以弹幕里刻个一 从这几项跑分中能够看出 在性能输出以及能效表现上 小米12s Pro跟我之前的工程机测试 结果几乎相同 看来这次高通的工程机在跑分上 是成不起我了 实际表现如何呢 我们现在就拉到游戏实战中心测试 先是大型实景跑分软件原神 依旧是25度室温 350尼特的亮度 极限画质60帧下 从风起地跑到层岩俱渊 开始跑多之间先来离岳岗数个毛 小米12s Pro的原神实际选择分辨率 为1280x576 从帧率曲线能够看出 有了骁龙8家的小米几乎稳定在了60帧 在激烈打造场景下 帧率会到55fps左右 相比高通的工程机而言 帧率更稳 半小时测试下来 小米12s Pro的平均帧率为58.7 帧率波动方差为7.5 游戏过程中画面表现十分流畅 大家这次可以把稳打在公屏上 进一步来看游戏中的CPU调度 跟工程机全靠中和大核不同 12s Pro的X2超大核跟A710大核 在游戏全程都是协同工作 同时三个核心都没有完全跑满 这样的好处就是 不会出现一核有难 七核没关 最后只能发热降频的状况 半小时测试下来 小米12s Pro的正面最高温度为41.6度 背面最高温度为42.5度 并没有明显的烫手感 接着是画质全开的半小时光明战败测试 小米12s Pro在测试开始5分钟后 帧率下降到了50fps左右并锁帧 半小时测试下来 平衡帧率为50.1fps 帧率波动放差为48.5 相比工程机60帧跑满的表现有些差距 在测试过程中 小米12s Pro的GPU占动率 基本在80%到90%之间并没有跑满 我们猜测是为了平衡续航发热 策略上没有进行满血释放 测试结束之后 其实正面最高温度为44.6度 背面最高温度为42.9度 通过刚刚的跑分跟游戏实战能够看出 小米12s Pro在CPU性能上 与我之前测试的小龙8家的工程机表现相当 甚至凭借合理的CPU调度 在原神表现上要更为出色 但在GPU的性能释放上 小米仍有所保留 看看后续会不会OTA优化GPU的性能 我们也会及时把结果更新给大家 大家一定记得点个关注 除了首发小龙8家之外 小米12s Pro这次最让人关注的 应该就是和莱卡进行合作了 甚至后置镜头上的莱卡标志 都是这次小米12s Pro与上代 在外观上最大的不同 大家觉得莱卡的加入 会对小米的成像有多大影响呢 大家也可以先在弹幕里预测一波 接下来我们就实际对比一下 小米12s Pro跟小米12 Pro 以及iPhone 13在拍照上的表现 在白天光线充足的场景下 通过香炉跟地砖能够看出 三者在解析力方面处于同一水准 更多的是色彩上的区别 小米两款机型走的是 讨好人眼的鲜亮路线 小米12 Pro的色彩要更浓郁一些 但不如12s Pro跟大家通透 相比之下 真实还原了色彩的iPhone 略显得寡淡 在宁暗对比较大的场景下 小米12s Pro对于天空 以及墙底的处理 要更为真实一些 12 Pro的算法味更浓 且还原出现偏蓝的情况 iPhone为了压住高光 画面整体偏暗 照片整体观感的 不如小米两款来得好 换到超广奖镜头上 三者在颜色还原以及画面中央 解析力上表现都不错 放大画面边缘的墙体能够看出 小米两款机型的边缘解析力表现 要好于iPhone 12 Pro的锐化 要比12s Pro更重一些 莱卡加持下的照片更加真实 至于两倍长焦表现如何 你觉得画面中哪个是12s Pro 哪个是12 Pro拍的呢 能看到不管是对于天空的处理 细节的保留 还是在色彩还原上 二者的表现几乎相等 但是12s Pro的照片中的黄色和红色 要更加鲜亮一些 风格化更强 来到夜晚的场景 三者在光线充足时 解析力水平相当 对于树叶以及店铺屋顶的纹理 更有着出色的还原 主要还是在色彩风格上有所不同 大家喜欢哪一个 也可以弹幕里走一波 在弱光环境下 小米12s Pro的画面在三者中最亮 暗部保留的细节都最为丰富 但高光控制不如其他两款 高亮部分稍有益出 不过有莱卡的风格在 照片整体的色彩表现力最强 那么总体看下来 小米12s Pro与小米12 Pro相比 在白平衡 画面宽容度 解析力等硬能力上 表现并没有太大区别 莱卡的加入 更多的是对照片色彩风格 以及质感的影响 让最终成像的算法痕迹更少一些 表现得更加自然 质感更好 这一点在开启莱卡经典模式之后 会有更好的体现 当然了 关于小米和莱卡合作了什么 实力的上限接近在哪里 那当然是要用小米12s Ultra来测试 别急 再路上了 说完了性能跟拍照 我们最后来说一说小米12s Pro的使用体验 刚刚我说的莱卡标志 是它跟12 Pro最大的不同 这可不是一句开玩笑的话 相同的三维 只差了一克的重量 让你拿在手里 只能通过12s Pro更突出的摄像头模组 还作为区名 电池是一块C600mAh的单电性电池 经过黄亚明的三小时驱航模型测试 累积耗电44% 在更为极限的续航次到死中 小米12s Pro则坚持了5小时32分钟 跟之前的小米12 Pro表现相同 根据我的经验来看 这样的水平一天中度是有够用 当然这还是测试版的固件 后续更新正式固件 我们还会再复测一轮的 好在呢 12s Pro依旧支持了120瓦的有限快充 可以紧急回旋 等到正式固件更新之后 我们也会测试并更新到黄亚明的充电数据排用版中 各位点个关注不迷路 OK以上就是我对小米12s Pro的全部测试了 作为骁龙8家的首款量产机型 小米12s Pro可以说是开了一个好头 在性能释放上与之前的工程机表现相当 面对原神这种高压游戏 也可以有着出色的帧率以及温度表现 再加上来卡在影像上的加成 让这款半代升级的产品 在体验上有了明显的提升 如果你看中性能跟影像 又因为接受不了骁龙8的发热迟迟未换今年的旗舰新机 那这台小米12s Pro可以说是终于等到了 当然大家也别忘了关注华晓评测 转评赞支持一波 我们也会用小米12s Ultra跟大家分享 更多关于小米跟来卡的影像内容 我是局长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